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睿 讓你福氣一整年 好運弟弟來 大家晚安 我是今天的賽事主播哲睿 接下來就讓我來播報這場比賽吧 那目前畫面中的狀況呢 就是我們在自我介紹說 我們是720的運動選手 結果後面有一個國手開始失控了 開始了開始了喔 OK 那麥克這時候就說 好 我們今天就是一個720的金珠請洗運動會 那運動會到底要幹嘛呢 接著麥克開始說明 這次主要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幫粉絲賺好李營眼鏡啦 所以詳情到底怎麼得到眼鏡呢 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們今天賽事分成兩隊 我是代表路跑隊的隊長 我是哲睿 那另外一隊呢 就是鐵人隊的麥克 運動會啦 GO OK 第一項運動呢 就是來自彰化線的對決啦 好 那這個對決呢 就是他們兩位選手要在腳上穿上蛙鞋之外 還要對著腳追繞圈 繞圈完之外還要折返跑 那就來看一下今天的參賽選手有誰吧 首先跟你們介紹一下我們路跑隊的隊員 就是秉峰啦 欸 秉峰 開始囉 來 開始了是不是 那介紹完路跑隊的隊員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鐵人隊的對手是誰吧 中禍線隊的對不對 我們鐵人也不是蓋的 大家好 我是鐵人軟男 楊志祥 好 那我們就準備進行第一項運動啦 準備 3 2 1 GO OK 比賽開始 所以這個時候第一階段要進行繞圈 10圈的繞圈之後 才可以穿著挖鞋衝向第二個點 那第二個點呢 就是摺翻點 碰到摺翻點之後可以快速的回來 那總共進行要完成5趟 那這個究竟鐵人跟路跑隊員之間的對決 是誰會獲勝呢 這時候秉峰以為已經到終點了 結果不小心滑出鏡 趕快再回來啦 OK 這個時候學長暫時領先 結果沒想要被自己挖鞋又半倒了 真的是兩個騎兵啊 這個時候鐵人隊代表首先抵達終點 秉峰頸椎在後 鐵人隊跪在地板上 秉峰說 學長果然你還是略勝一籌啊 這個時候暖男志祥向有風度來扶學弟起來 他說沒關係 因為我贏了 所以我扶你一把 再回去練練吧你 我們的第一項是由 鐵人隊獲勝 YA 好來 那我們進行第二項運動啦 第二個要比什麼勒 第二個比賽呢 我們要找出誰是鐵人甜心或者是路跑甜心 所以我們準備了麵包 亮令一半用手拿著 那他要用養餵起座的方式 起來吃到麵包 看哪一組最快吃完就獲勝 好 那就讓我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今天的對戰組合有誰吧 第一個對戰組合就是浩洞夫妻啦 我們是圓跟漢亞橋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昌跑生雕修林 我是比鳳 您是 子媗 好啦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就開始比賽吧 3 2 1 1 GO 好啦 比賽開始啦 首先小微吃得爛快 看圓跟之類也非常有勝算 沒想到就轉頭 秉鳳他們已經獲勝啦 這個時候秉鳳說 我真的很餓 這個時候圓跟他麥克怎麼輸的都不知道 我們獲勝的隊伍就是 長跑界的神雕俠侶 秉鳳跟子萱啦 這個時候秉鳳分享他們的獲勝關鍵只有一個 就是把嘴巴塞滿 然後前天晚上不要吃 這樣就對了 好 那我們的第二關呢 就是由跑者隊 對 加分 YA 接下來第三關呢 關主就是小微啦 那這一關要玩的呢 就是看誰可以先把波比跳做完之外 還要把氣泡水喝完 跟你們一介紹呢 今天參賽對手有誰吧 大家好 我是浩東夫妻的麥克 我是你的教練 梁澤睿 我是元根 到底誰會是獲勝的選手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大家加油 3 2 1 開始 因為二十下實在太久了 我們就快轉跳過吧 快下去 快下去 沒想到這時候 麥克在最後一個做完波比跳的情況 還可以第一個喝完 果然他真的是喉嚨借過先生呢 最後竟然就讓他奪得了這場比賽的第一名 可惡 沒錯 就如你們所看到 我戰敗了 根本就喝不完啊 那個氣泡這麼多 事實證明了 做再快 沒有用 會喝比較重要 喉嚨借過而已啦 太累了 果真是民主的喉嚨借過 比跳波比超還厲害 所以這一次我們是 鐵人隊獲勝 720金珠晴喜運動會結束啦 沒錯 那我們就來公布一下 今天到底是誰獲勝吧 最終成績呢 就是以鐵人隊兩分 路跑對一分 所以運動會的勝利就是 鐵人隊獲勝 耶 水啦水啦 OK 那我們兩隊在這麼冷的天氣下 完成這場比賽 最重要的就是幫你們 贏取眼鏡啦 那首先看到這隻眼鏡呢 這個眼鏡會在720的官網抽出 全世界只限定兩隻喔 它是株年限定款 想要獲得這隻眼鏡的朋友呢 趕快上720的官網上看 詳細的抽選方式都在那邊喔 OK 然後現在這個階段不知道是幹嘛 大家已經很瘋狂了 應該是要發紅包吧 對了 差點忘記今天的重頭戲 今天這隻眼鏡呢 就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款台灣鏡 它是透明的鏡框 重點看起來 戴起來超級帥 那該怎麼獲得這隻眼鏡呢 請你在這隻影片下方留言 我愛720我想抽眼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我就會把這隻眼鏡抽出來給你們喔 那詳情的抽獎 會在一週後進行 所以大家看到這支影片 記得趕快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一起來抽獎吧 金豬請洗運動會成功 那最後就祝大家豬年行大運 新年快樂啦 掰掰 回到那邊 按照片 不要わ 按照片 按照片 看起來 壓住 按照片 按照片